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亲手建造并且住了20多年的房子拆迁了 亲弟弟突然要来侵占自己的拆迁款 这让他的心里实在接受不了 他们一家人都等着用拆迁款购置住所 但就因为弟弟只能租房住 他曾多次找弟弟协商 但结果都很让他伤心 为了尽快解决这件事 他向乡里乡牵栏目组发来求助 接到周瑞杰的求助信息 记者立即赶往福建省厦门市后景村内坑社 进入村庄 我们发现这里已经拆迁完毕 根据求助人周瑞杰给的定位 记者在一片废墟前找到了他 您是周瑞杰大叔吗 对 你好 你好 我是乡里乡亲栏目的 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以前的老房子 拆尖 车尖把它拆掉 周瑞杰告诉记者 面前这些常识条 曾是他家的地基和墙体的一部分 这个垫子就你们以前的沙发垫 是吧 对 衣服也是 一共有几间 三间房 一个客厅 总共三全嘛 周瑞杰说他家的房子 每层都是一厅三室的结构 一共有三层 是他亲手建的 他一家人在这里住了20多年 也是他一家人唯一的房子 2022年交付给拆迁办拆除 自己建的地也是我的 我一直是我住 开始五六年 就是拆迁补偿的钱有多少 他五百多万 有什么全部拆要 他一个哥哥不会痛苦嘛 心情不会痛苦嘛 哪里有这种回事呢 现在房子被拆了 拆迁补偿款 可以说是他一家人 用来安身立命的钱 可亲弟弟周瑞禄 却要侵占500多万元的拆迁款 他们一家至今只能租房子住 他也曾多次找弟弟周瑞禄协商 但弟弟的态度很让他伤心 我当哥哥的很良心啊 他这种人 无奈之下 他只能一直诉状 把弟弟周瑞禄告上法庭 随后福建省厦门市海仓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也接到了弟弟周瑞禄 告哥哥周瑞杰的诉状 那我们就认为呢 这个兄弟之间的亲情嘛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并没有马上给他立案 先给他放入了这个诉前调解的程序 海仓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专门有为诉前调解设立的爱评调解工作室 因为这个案件呢还是比较特殊 是兄弟俩这个互为原被告 由于这个特殊的亲情关系呢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在诉前多花一点力气 能够尽力地调解 接到调解任务 严爱平首先想了解 弟弟周瑞禄 为什么认为500多万元的拆迁款 应全部归他所有 他们见面的地址 是后景村内坑社 另外一处拆迁现场 老宅在这边 等于你也是在这个老宅出生的 出生的 长大了 然后去当兵的 都在这个地方上 周瑞禄告诉严爱平 自己是家里的老小 上面还有大姐周美珠 二哥周瑞杰 三姐周米英 1968年 母亲在她七岁的时候去世 随后两位姐姐出嫁 1982年 她也离开家入伍当兵 老宅一直是父亲和哥哥 周瑞杰居住 直到1996年 搬到新货批的609号 现在老宅已经被拆除 当时94年 95年 已经确实很近 跟我哥哥跟父亲住进去 住在一起 确实是很困难 因为老宅虽然有两间房 总面积70平方米 但因为是祖上分的房产 两间房中间 隔着其他叔伯的房子 并没有连在一起 翻建根本没有意义 1996年 她即将退伍 考虑到自己成家有了女儿 一家三口回村居住成了问题 于是1994年 她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 严爱平要求周瑞露出示相关的证据 周瑞露第二天请严爱平到她的家里 并给严爱平出示了证明 此证明我村原坐落于海昌街道后景村 内坑设609号房屋的建设院地的实际申请人 系周瑞露 随后周瑞露还出示了 盖有当年服役单位公章的申请书封印件 她告诉严爱平 原件被附在内坑设609号房屋的 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档案里 她认为这就能完全证明 被拆迁的内坑设609号房屋的建设用地 属于自己 紧接着周瑞露又给严爱平找出了一张 1995年7月的汇款单原件 金额是2万元 用图误得很清楚 那么哥哥周瑞露手上 又会有什么证据证明被拆迁的 内坑设609号是自己的呢 弟弟出示的证据 哥哥又会怎么回应呢 那时候盖房子的手续还有在吗 周瑞露夫妻给严爱平出示了 手机里的一张照片 周瑞露说这张照片 就是后景村内坑设609号的 建设用地批准书 让严爱平吃惊的是 登记人不是周瑞杰也不是周瑞露 而是他们的父亲周青江 当时我父亲有讲 周国年岁很大 他说要见一个王子 结果起老婆 周瑞杰说母亲早逝 作为长子 他14岁就开始跟父亲下海捕鱼养家 直到送最小的弟弟高中毕业去当兵 自己也就错过了结婚的年纪 自责的父亲为了让他早日成婚 1995年决定为他申请宅基地建新房并获批 当年他出钱出力建起了609号 周瑞杰夫妻完全否认弟弟周瑞露 申请并出资建房 他们说两年后加盖第二层和第三层 也是周瑞杰自己出的钱和礼 因为登记在父亲名下 他们愿意为了亲情让步 认同609号是父亲的遗产 两个中间父亲的财产 他都打钱不了了 他财签啊 他的小朋友都要 叫他做什么 吃什么 对不对 同一处房产 兄弟俩说法不一 其他两位姐妹会是什么态度呢 严爱萍找到大姐周美珠了解情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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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到严爱萍调解园 周美珠就拿出了一份声明 我跟我妹妹 就是愿意这个房子 是小弟的钱出钱盖的 应该还给他 我才去跟我小妹娘姐妹 去放弃产钱 根据公正书和周美珠的描述 四姐弟中 老大周美珠和老三周米英 主动放弃了内坑设 609号房屋的所有权 该房屋所有权 应该属于四弟周瑞禄 小舅舅申请跟盖房子 全部的人都清楚 全部的人都知道 你爸妈还在说 我不用做一个 白字和字写个 清新地名创账写一下 这个第一层是弟弟的 老人家没有 不会认识 内坑设609号 究竟是周瑞禄个人的 还是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呢 调解员认为 有必要找中立的知情人 进一步了解情况 经过多方打听 颜爱萍联系上了周成和 那周瑞禄他去当兵以后 他自己应该就以部队的形式 发布公行过来 要求这方面给他照顾一下 当时所以这个我们就把 那都有优服的政策条件 就这样给他安置了 时任后警村副主任周成和 证实了周瑞禄的说法 那么既然是批给周瑞禄的宅基地 为什么没有落在周瑞禄的名下呢 那周瑞禄当时在部队 他父亲有在的话就办父亲的 父亲不在的话办母亲的 一般都这样照顾他这个军书 以周瑞禄有这个条件比较好申请 你如果当时随便去申请 说承识的话不好 那个时候就不好批了 自然赔不了 其他村民的说法也基本一致 那么内坑设609号房屋 究竟是谁出资建造的呢 周瑞禄他向法院起诉里面都讲 房子是他出钱的 这个付账里面是这样讲的 周瑞禄他本身生活就没办法了 他哪有钱去盖这个房子了 用想着整天我们村庄问一下 整天就是喝酒 信事闹事跟你家打架 村民们都表示 1995年内坑设609号的一层 是弟弟周瑞禄出资所建 那么第二层第三层又是谁建的呢 没有 年几年时候就开始争地 争地就有钱了 一个人口要分几千块万八块的 就陆陆续续的 陆陆续续就有钱了 就盖起来了 测量单位给我们的数据 现在三层的总面积是322.03平方米 322 对 就根据我们这个拆迁法规嘛 按照就是用地面积 然后可以两层认定 他能够享受到正常的一个拆迁的补偿 是其中140 剩下来超建的面积是要 另外按照评估价值来计算 是的 是这个意思 按厦门市征收土地补偿规定 内坑设609号货批的宅基地面积 是70平方米 那么补偿面积就按140平方米计算 从拆迁办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 内坑设609号拆迁补偿款 是520多万元 其中无合法手续的剩余面积的评估价 大约是30多万元 调查到这里 事实部分已经清楚 但兄弟俩的纠纷性质 让调解员有些困惑 周绿洁他认为这栋房子 是父亲的遗产 大姐和三妹都放弃 理所应当的兄弟两个 平均的一个分割 周绿洁他不认为说 这个房子是父亲的遗产 他理解的是 这是一个权属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误权纠纷这块的话 那房子拆迁款的分配 就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周家兄弟之间 是遗产纠纷还是权属纠纷呢 严爱萍向家事亭的 刘亚方法官请教 刘法官根据周家兄弟 所提供的证据 依法进行了分析 在案的证据来看的 就是说被告这边 他的户口始终都是不在村里 一直到2009还是10年才重新迁回到村里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土地政策的背景下 他也不可能具备这种 获取土地使用权的资格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政府出于说他是军属 出于这个考虑 是不是对他们家的这个土地使用权的批准上面走了一些方便 那也必须是以家庭户为单位 而不可能是以某一个人为单位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出资建造跟物权的取得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可以这么讲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看 周锐露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 他对以父亲周青江为户主的家庭做出了贡献 但并不能推翻内坑社609号 是父亲周青江遗产的事实 从法律角度来讲 你确实是个遗憾的地方去做 你父亲建在的时候 你已经也废佛了 你没有权里面要求 把这一层改到你的名下 如果有 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争议了 当时我们确切实实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个法律意思 而且我真的一直认为 这个房子确切实实是我申请的 父亲帮我建 然后钱还你都是我付的 我哥哥他的人是不会来跟我争 因为我真的是为了他我也帮了很多 周锐露说 因为二哥周锐杰年轻时酗酒 让全家人很头疼 为了帮助哥哥改掉坏毛病 作为弟弟 他承担起了哥哥的责任 为了争救他 所以说我说你只要你改了 改掉 我作为弟弟我建完以后 我房子建你住 然后帮你成家 我的承诺也兑现 其实那个时候 我第一个棋子就生病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 真的是很难受 看到家里面哥哥又这样 周锐露说 后来退伍回来 考虑到前妻有精神疾病 他们一家租住在工作地附近 自己家一直让他哥哥住了20多年 而且只要哥哥有求于他 他都全力相助 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 两个孩子我又帮他 那个培养到大学毕业 作为你 现在只是养老而已 我的任务真的还非常重 我真的要负起 对这个女儿负责任 负责他一辈子 不幸的是 女儿在15岁的时候也发病了 要负责女儿一辈子的生活 自己负担很重 本以为609号拆迁了 他可以用这笔钱照顾女儿减轻压力 但哥哥在巨大利益面前 不顾及亲情 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 他一点都不同 没有任何同情 你现在利益太大了 你这个500万 利益太大 没错 你也不能见利妄议 我们一直退让很善良 一直照顾他 但是他对你恶 你说对这种恶人 我们还要在仁慈吗 拆迁半年后来又调到三七分 我一直不接受 周瑞璐依旧坚持 609号的拆迁补偿款 全部属于自己 为了找到周家兄弟破兵的办法 利安婷请来曾经调解过 周家兄弟纠纷的司法所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 瑞璐适当地去补一些给瑞璐 这样子瑞璐应该会接受 但是你最难做的工作是在瑞璐 但是最难做的工作还依然是瑞璐 是 知道吗 经过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 周瑞璐在补偿款上 不肯让步的原因 是对哥哥周瑞杰有戏 基于周瑞杰对弟弟的帮助 心存感恩 弟弟也是众兄弟情的人 挑起小组认为 创造一次机会 让已经半年未见的兄弟 面对面沟通 也许能找到解决的突破口 来我们这里的拆迁引起的纠纷 各种类型的 一年可能有将近一百件 有的是经过一审二审多次开庭 很长时间之后 还没有达到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 钱也还没有拿到手 但是怨气却越积越深 弄得两个家庭或者是更多的家庭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都不得爱你 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这个就是诉讼付出的成本了 因为你们就是亲兄弟 希望你们也能考虑一下 拆迁的利益固然巨大 但是就值不值得 一定要用这种一次再一次 这种比较生硬 比较冰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法官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并没有打动这一家人 听到这儿 哥哥朱瑞杰坐不住了 周家兄弟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调解小组并没有过多阻止 他们认为兄弟间把不满宣泄出来 也许能找到矛盾的争结 郭珍在争吵中 调解小组发现 周瑞璐和大姐周美珠 都把矛头指向周瑞杰的妻子林少林 那这样子呢 他老婆一直教他 他在旁边教他 其实人家老婆不听关系 他们都是讲 他老婆心太大 特别他大姐 为什么周瑞璐和姐姐周美珠 对周瑞杰的妻子意见这么大呢 他会是影响调解的关键人物吗 第二天 调解小组委托沿岸平调解员 分别找周瑞璐和大姐周美珠 和村民了解情况 我盼望他 钱封给他们去 他们能照顾他 照顾他送站中 但我可以说 我这个是听村里面很多人说 他都不可能的 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两个都是他带来的 我这个弟弟没有生半个N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感情是没有不好 我可以这么讲 有的时候要跟他离婚 我说离婚你户口要牵出去 他后来怕 气人开始好 西人要开发的时候 要抢他财产现在很好 基于这些原因 周瑞璐和周美珠姐弟认为 如果周瑞杰拿到份额 周家的财产就被外姓人分走了 这样反而害了周瑞杰 那么周瑞杰夫妻的感情 究竟如何呢 他们是否念着地条经的帮助 让给他一些份额呢 调解员严敏 再次登门拜访周瑞杰夫妻 第一个感情就是比如说 很关心我齐老婆 我还晚就齐老婆 他很关心这种就是最和平 我儿子要读大学 他有借给我们两千 到儿子已经出来工作了 我们买过多久就还给他了 他有给我 我也给他 过年到了 我叫我儿子 每年都有去给他输输 拜年 我老杀鸡杀鸭 自己种了菜 自己好像 这就多拿东西就没意思了 平时大家都好 你不是要嫌弃我就好 对吗 周瑞杰说 对于弟弟周瑞璐曾经的帮助 他们都记在心里 但与继承父亲的遗产无关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并且周瑞杰也很需要这笔钱 我家包括我是十个 我父亲的名字我蛮有安置的 我的皇子那个装修好 他来住 他爱住吗 吃我们的他敢吗 原来因为609号的户主为周青江 户口均在后井村的周瑞杰夫妻 及其子孙十人都属于无住房的村民 按照厦门市拆迁补偿政策 周瑞杰家庭成员中的九人 每人获得50平方米的安置补偿款 但周瑞杰因为将继承609号的部分拆迁款 而没有获得安置补偿款 因为这个始终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但是你们还毕竟是血脉虾连的这个手 就懂我懂 当然是有感受到 如果他比如说有退步一点 你多一点 我都可以 情感 我随着我老公 我老公怎么想 他就怎么想 经过调解员的努力 周瑞杰愿意多让出一些份额给弟弟 这是一个向好的信号 接下来调解小组需要重点做弟弟周瑞璐的工作 确实刚开始他是非要一半不可能 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他也感觉 后来他也感觉说 他说不让一点也可以 他也不 首先司法所的调解员在聊天中 透露各个周瑞杰出于感恩 愿意在份额上有所让步 接下来 颜爱萍调解员通过摆现实 希望能改变周瑞璐对嫂嫂的偏见 嫂子对米哥哥也很照顾 那米哥哥现在也没有借酒掉 没有喝酒 那不是没有麻烦 也不会再给人家打价 也不会再勒利麻烦 这里面也有他的嫂子的功劳 但周瑞璐依然沉默不语 接下来调解小组从法律的角度 再次为周瑞璐分析 我们来打官司都是希望自己赢 希望法官支持自己的主张 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判 但是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子 首先肯定是要看你们提出的主张 有没有法律依据 调解小组从情法等多个方面 劝说周瑞璐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周瑞璐给出了自己的主张 那么哥哥周瑞璐愿意让步到什么程度呢 继承父亲20%的遗产 他能接受吗 太多了 我会吧 这不可能 一年半看我要护你多少再收 最多的再十万里赖 十万有钱十万 最多的就是 这就是兄弟的分 十万里赖 有遗憾 但是更多的也有很多的无奈 想从这个情力法里亲情出发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 我们也感觉是有一些 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厦门市海仓区人民法院 加仕庭的刘亚藩法官 正式接手周家兄弟 继承拆迁补偿款的案件 2023年8月 厦门市海仓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周家兄弟 拆迁补偿款纠纷 作出判决 609号房屋一层合法批建的部分 周瑞璐享有补偿份额的40% 周瑞璐享有60% 609号房屋二三层 由周瑞璐建造的部分 拆迁补偿款由周瑞璐享有